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那今天你们看到这个图 就知道今天要讲什么题目 那管理口舌之道 那我要讲这个题目 这是一个 平常听讲这是一个不容易讲的题目 那特别我在准备的过程 那你知道这个牧师讲道 讲话的次数多 犯错的次数也多 所以我在准备的过程 也有很多的思想 也有很多的回想 也有很多的祷告 那其实语言是我们人的一个特色 人类的一个特色 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 在这边难得有坐公车 结果一去旁边就突然有一个两个人 他们就这样子 我不知道他在干嘛 那其实我有学过一点点手语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今天看到一只鸟在飞 我的心里很快乐 那他从头到尾他没有讲一个字 但他们两个人表达 他们两个人表情马上改变 那在所有的生物里面 事实上是只有人类有这个能力 目前人类的语言大概 巨统记大概有六千多种 六千多种 他们都可以表达出很丰富的感情 都很丰富的内容 那在生物里面 唯一可以沟通的目前的研究 大概就是海豚跟鲸鱼 但是他们只能告诉很简单的说 啊 这边鱼很多赶快来 啊 这风一种很特别的声音 只有人能够表达感情 只有人能够回忆过去 只有人能做抽象的思考 所以语言等于是所有人的一个特质 但是我们大家也知道 讲话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整本圣经的一开始 起初神创造天地 一开始就是用神的话开始 神说有光就有光 话语是带着能力的 特别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都知道 话语是何等的宝贝也是很重要的 那其实不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在所有的文化里面 讲话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这个不管是东方人西方人 那这个内容都非常的多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我们一般人都话语代表我们的人生 那有一个哲学他讲的蛮好的 他说语言或者言语 是一个人心灵的图画 所以你所表达出来的 就是你心灵里面现在有的东西 那主耶稣也说 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语言就是把我们心里面的感受 想法思考 然后表达出来 这就是language 那就是语言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一言祭出 极马难追 四马难追 那言语如见 一发再也回不来了 发出去就发出去了 这个道理 我们的文化里面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那孔子他在论语里面 有一句话讲得更重 一言以新邦 一言以上邦 那我以前特别注意 我很喜欢美国的总统雷根 他有一次惹了一个大祸 就是他有一次要做全国演讲 那在麦克风试音 你知道他们还没开始 都会 那个audient说麦克风试音 他说麦克风试音 我是美国的总统 我宣布现在轰炸苏联 就你知道这个闹成很大的外交风波 他就说你看 这个根本就是要打我们 他说我带麦克风试音 所以一言以新邦 一言以上邦 那包括我们现在 我们伟大的欧巴马总统 或者我们伟大的马英九总统 有时候讲一些话 大家脸上三条线 你的位置越高 你的position越高 你讲话可能必须要谨慎 那孔子他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均无细言 一言有时候一句话 就改变那个环境 有时候一句话 就让整个情势得到改变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 那我们在生活上 话多不如什么 话少 话少不如什么 话好 这个大家我想不用解释 这个非常白话 大家都可以理解 那这句话我也蛮喜欢的 是非职位多开口 烦恼皆因强出头 那包括有时候 有一些人讲话 他就是一定要整个是非 一定要整个怎么样 到最后就不可收拾 有时候回想 那时候干嘛要讲那句话 烦恼皆因强出头 我那句话如果不说都好 我那时候我讲了一句话 他耿耿于怀 放在他心里面 很难解决 我想大家可以了解 那还有一句话叫做 吉人识寡 造人识多 意思就是 真正有学问有内涵的人 他是不太讲话的 那只有这种很爱讲话 台湾好光提提给我 这个就是很烦躁的人 所以一个人他的表达 也正好表达出他之后 他的心思意念 跟他的想法 这个我们都很可以理解 那这句我们从小 就背了那个英文单字 Speech is silver Silent is gold 雄辩是银 一个人很会讲话很会讲话 是银 沉默是金 这个意思倒不是说 你要变成从此不讲话的人 而是该讲话的时候讲该有的分量 这个是 Speech is silver Silent is gold 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很容易懂 那这句话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两言一句三冬暖 二言一句六月寒 那我以前举过好几次的例子 不过讲这个例子 我经过我女儿同意 我女儿 我已经说过 就是我女儿小时候很K 你还记得吗 就有一次到教会里面 那天师母很高兴 帮她穿了一些红色的衣服 结果她就说 后面有个姐妹说 哇 你这个女儿怎么这么黑啊 穿的红衣服更黑 那我讲过 从此我以前的师母 就不给我女儿穿红色的衣服 将近有五六年的时间 因为她get hurt 那还有一次 有一次我回台湾 带我女儿回去短圈 那你知道回去台湾 短圈都晒得很黑啊 结果那时候我爸爸 我爸爸还在的时候 有一次短圈我们吃饭 她一看说 哎呦 你这个女儿怎么跑得这么黑啊 我女儿马上三条线 但我爸爸就觉得很QA 他说啊 没关系 黑也可以做奥巴马 我女儿更气 她不讲还好 她就讲得更气 奥巴马越生越气 有时候有时候不讲 就爸 不过你们知道 那一天她真的就很气 良言一句三东南 一句好的话 即使在最冷的冬天 你也会觉得很无奈 恶言一句六月寒 一句很恶毒很不好的话 即使是在六月大日天 你会从头凉到脚 讲到那个人话语的厉害 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 那这个在我们文化里面很多 我也不可能通通列举 那你如果有兴趣 我可以把我收集的给你看 蛮有趣的 不管在东方 不管在西方 我们都知道话语很重要 那语言学家他没有做过调查 一个男人平均每天要讲 一万五千句话 乌尔 一万五千 他没有做录音 那女人大概是两万五千左右 两万五千 那换句话说 你如果回去 你今天不跟你太太讲 明天就要听五万话 意思是这样 当然是开玩笑 不过意思是说 在表达语言方面的女性是比较快 反应比较快 那一般男性是比较慢 有时候男性是比较不表达 那这都是他们做了一些研究 但是我想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讲话 那包括像我当牧师的 讲多 错的机会就多还是少 当然就多了 言多必失嘛 所以我自己在当牧师的时候 那时候我父亲就撿了一个简报给我 那份简报我到现在还放着 那我这一次呢 因为要准备这个题材 就把我以前的简报翻出来 哇 我把我自己做一个检验 哇 发现我原来是很不及格 你们有没有兴趣看一下 简报有二十项 第一 说话里面有二十个物 当你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你要特别想 第一个物多言 就是话不再多 言多什么 必失 有一些话你讲完就出去了 如果再多就别说了 反而这个越描越黑 所以切多言 不要讲太多话 话少一点 集中一点 你们觉得好不好 第二 戒亲言 亲言就是不要心里一想什么事情 你有什么喜怒啊 啪就出来 台湾话说啪一下就出来 从肚子到嘴巴啪一下就出来 意思就是怎样 清帅的发言 没有经过思考 一下就就出来 很情绪性的话语 不要不知轻重场合分量 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在一些场合 一听讲 大家听了都皱眉头 只有他自己滔滔不绝继续讲 因为那个场合不对 有时候他不是他讲的不对 他的场合身份 立场不对 听起来就是很怪 戒杂言 有的人讲话就是杂乱无章 我以前也讲过 你没说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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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逻辑都不清楚 就很乱 所以听的人也是听了一头雾水 所以讲话说要稍微有点调理 要听过一些整理 不要杂乱无章 言不及益 讲完了以后满脑子降虎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接戏眼 那这一点是我要改进的 我其实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开玩笑 很喜欢开玩笑 那不要没有分寸的开玩笑 那我这一点我要悔改 我以前大学的时候 我们班上有一个姐妹 不姐妹 一个同学 那她就是 就是这个 不知道用什么形容 就是说 尺寸比一般人大一点 下部分 那我就帮她取了个绰号 叫做Hippo 就是河马 她知道又很生气很生气 没有跟我讲过任何一句话 每次看过我就用那种 杀手的眼光看我 因为我伤了她 但其实我不知道跟谁讲 她们就传到那里去 开玩笑的话 开过头 有时候会伤到人 我也不是当人她讲 我就说 大哄堂大笑 她知道又非常非常生气 一直到现在 我都还没有机会跟她认错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借戏 有时候开玩笑是可以 但是overdo it 借直言 有时候有一些话 你当然你那时候要讲是出一口气 你把你的情绪倒出来是没有错 那对方能不能接受一回事 但其实有时候有一些话 你讲完以后 事实上是受不了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有人跟你讲说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讲话就是很直 哇 这个 你那边的电话就这样 不知道要讲什么 但有时候 这个是一种修为 有一些话 他们讲委婉一点 和缓一点 静言 借静言 就是有时候讲话 要站在对方的立场 要给人家有 有一个台阶 有一个说明的机会 不要把你心里想的通通 通通倒出来 通通倒出来 似可而止 似可而止 因为有时候话讲尽了 这个 没有下台阶 所以还没有把我以前 宁可含蓄一点 宁可缓和一点 借漏言 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件事情 告诉你不要告诉别人 你就不要告诉别人 你流露出去 事以密成 予以漏拜 蛮糟糕的 蛮糟糕的 所以 有一句话 就是有人在IBM上班 International Big Mouse 有的人他就是大嘴巴 对不起 我是直讲 所以有一些话 你讲很快就绕回来了 对不起 如果有IBM上班了 请原谅我 我没有恶意 但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 有的人他就是 左边来嘛 右边就出去 右边来 人家问他说你有讲吗 我不记得了 蛮糟糕的 戒漏言 特别人家告诉你 不要讲你就不要讲 戒恶言 有时候在一些场合 讲到一些失礼的话 Not appropriate 甚至用一些不好的形容词 来讲对方 像我刚才讲 我那个大学同学 我现在一直很后悔 没有机会跟他说抱歉 根本都不理我 何必讲人家呢 我自己也很胖 何必讲人家 不需要 人就是会这样 不要讲失礼 伤人 恶劣的话 借巧言 讲话 有时候不要 为了要让那事情 就是花言巧语 结果那其实不是很实在的 我刚 我把这个 我父亲给我说当牧师的人 要有二十个物 我一看 哇糟糕 好像不及格 跟大家一起学习 大家一起提醒 我不晓得 大家再很快看一下 对不起 请大家跟我念一下 借什么言 多言 借什么 清言 借什么 狂言 借什么 杂言 借什么 细言 借什么 直言 借什么 敬言 借什么 借什么 巧言 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常常讲 我们要有一个提醒 如果以前常常讲 现在悔改 就好了 还不只讲 还有下集 借金言 有时候讲话 就觉得 都是讲 我很棒 很骄傲 我怎样怎样 其实人家听了 都会有点不耐烦的 一个人如果很臭屁 大家其实都蛮讨厌的 他们讲一个人骄傲 就像口臭一样 旁边人都知道 只有他自己不知道 惹人厌恶 常常讲话 多棒 多棒 借金言 交金的意思 借禅言 不要背后讲一些 别人的坏话 我常常提醒自己 我如果跟这个人讲的话 我跟他讲说 Between you and me 很快那个人就知道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只要你讲出去的话 他很快地绕一圈 很快就回来 借禅言 借公言 就是讲人家的短处 接人家的窗疤 那 伤到人的至尊 那其实这样的话 常常就是伤害对方 也伤害自己 这个叫做借公言 然后借轻诺 就是不要 一件事情你没有经过思考 就 好好好 包在我身上 都可以 没有经过思考 就不要这样讲 因为你会慢慢丧失你的信用 这个是我最需要 现在最需要改进 就是借强瓜 就是 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过了五十岁以后 我突然就变成很 一句话都要讲五次 有点麻烦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他想一次 人家 爸爸 你已经讲五次了 我第一次就听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 我们医生告诉我 不是过了五十岁 男人都会变成这样 就是突然就很啰嗦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我 别人不会 但是其实 你讲的多次 人家其实是很烦的 借强瓜 借鸡瓶 不要讲那种话中有话 寒沙摄影 讽刺别人的话 别人会不会知道 当然知道 他原来不知道 后来知道了更气 有话就好好讲 不要用一些绩效 讽刺别人的话 借出位 刚才有类似的 就是不要说出 不符合自己身份 地位 立场的话 特别你到一个新的环境 特别是一个新的环境 你还不知道大家的关系 有些话你说出去了 就是出位 就是离开你的position 各位会要得到这个 借鸡瑜 就是拍马屁的话 吹捧的话 表现出我们人格的扭曲 借鸡瑜 借悲曲 第三下事 悲空屈膝 虚微矫情 有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聚会 他说小弟今天来到贵宝地 那也没有什么时间准备 加上昨天晚上有感冒 也没有好好的睡觉 所以我今天讲的不好 请大家原谅 他还没开始讲我就不想听了 不需要嘛 你只要很客气的讲说 各位谢谢你让我今天有机会 能够分享 那我所知有限 我把我知道的跟大家分享 一样一句话 一讲起来 给人家的感觉是不一样 真诚最重要 不要悲曲 不要扭曲 不要第三下事 不要矫情 借怨毒 这个是一个不太容易的功课 就是当一个人很委屈 很生气 很难过 或者听到对方攻击自己的话 你常常会用很愤怒 很恶毒 很伤害性 很咒诅 甚至报复性的话 会剥下一个恶的种子 那个种子 撒出去了 有时候是回不来的 有时候要过好几年 开花结果你才看到 而且会造成恶性循环 我在讲道里有一次有提过 我印象很深 有一次我坐一个电梯 坐这个电梯 坐那个电梯就是我妈 还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女儿 那女儿真的是蛮可爱的 蛮可爱的 打扮得漂漂亮亮 大概小学三四年级吧 那你知道这个牧师都是嘴巴比较甜的 牧师就这样 哇 你这个小美女好可爱喔 哇 这个长得好甜的一个女孩子 她很乖 对不对 乖是乖 懒得要命 后面那句话就不必讲了 你知道吗 我印象很深啊 她说乖是乖 但是懒得要命 那孩子当然是脸上三条线 那你何必呢 你想想看 过了这么多年我都还记得 那个女孩子的标签 那个女孩子的标签 你想想看 所以有时候我们倒不一定说这么就是恶毒 但是有时候你的话就是脱口而出 所以 孙子有讲过一句话 证人以言 重如朱玉 伤人以言 胜于箭脊 台湾号风 台嘎 老贵老弟 你看那是一句重伤的话 那可能可能会重箭 插在他的身上 血一直流都不会停 但是证人以言 你很真心很沉溺的 给人家一个赞美鼓励的话 就像是一个朱玉宝石一样 成了一个很好的礼物 同样是一句话 不是吗 所以我 我第二个把我自己检验的就是 大家再简单顾问一下 借什么 敬言 想要的话 借什么 财言 借什么 公言 借清诺 借长瓜 借鸡瓶 借粗味 借餐饮 借悲曲 你不要抄了 我们这个PowerPoint 我们都会放在教会网络上 但是 当我 看我父亲 二十几年前给我的 我倒是有很多的想法 人的确要常常去思想 那是不是说 被你这一列讲话太难了 那我们以后不要讲话了 我想倒不是这样的意思 事实上你如果看整个的真言 几乎从真言的第一章到第三十一章 每一章都有一些话是教你怎么说话的 要用说什么样的话不该说什么话 而且还蛮直接的 因为它的内容有将近一百多条 我想没办法一一列出来 那我就列出几条真言里面 因为我个人觉得有趣的 有趣的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第一 真言里面的劝诫很多 我列一个 这个当然刚才已经讲过了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禁止嘴臣是有是会 意思是说当我们知道 有一些话语原来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我们常常讲以后 我们要审慎 那耶稣也说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再有多说就是出于恶者 当我们多说的时候 常常会失去控制 所以话语恰到好处就好 如果你没有办法把握自己的讲话 你就要怎么样 我今天定义不讲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你如果觉得自己是一个 常常会说错话的人 或者没有办法控制情绪的人 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配偶 都要提醒我们 要常常 所以有时候我跟师母出去开会 师母坐在我旁边 他每次我讲话讲一遍 他就开始踢我 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所以他每次都要坐我旁边 彼此提醒好不好 好不好 多言多语难民有过 禁止嘴唇四肢 四可而止 第二 二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络 一人必脱离患难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当然我们讲一些话 这样讲 有一天传出去人家说 原来这个都是同样的来源 迟早人家会知道你的心 不要以为不会知道 到了最后 你讲的话 正好把你网络的自己 但是艺人呢 艺人呢 他因为 话语的关系 他可以脱离那个网络 说出真话 显明公义 作假见证 显出诡诈 那 这个 在圣经里面 在那个时代里面 讲见证 说适合的话是很重要的 那在整个真言里面 整个圣经里面 他都需要有证人 都需要有证人 那包括主耶稣说 你要去处理一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你第一次自己去 第二次要邀请教会的长老去 那第三个 要找第三公证者去 那讲话要有层次 要有分明 讲话呢 要合乎公义 但是如果一个人做假见证 神是非常不喜悦的 不能做伪证 神迟早一定算账 我想正言里面教导很清楚 谨守口的得保生命 大张嘴的必至败亡 刚才我已经提过 不重复了 那如果我们 特别像牧师这种常常讲错话的 那个配偶 就要做帐户近一点 彼此提醒 彼此提醒 那人家说 譬如说有时候 我还记得有时候 有时候师母会提醒 你今天讲某某某的事情 那个人不太高兴 我说我哪有 他说有啦 真的有啦 我就说好 那真的有 我就很感动 我就打个电话说 欸某某某 今天我在 我在那个 到时候讲一个例子 那我不晓得啦 那我的一个 灵里的一个感动 我好像觉得 你有感觉不太舒服 是不是 没有啊 我哪有 对不起 无论如何 那我很抱歉 我其实真的没有那个意思 请你原谅 一通电话就解决了 可不可以 但是不要不去处理啦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已经知道了 这是 再提一次 不要大家成为IVM 那就是 该处理的时候 要有勇气去处理 这是圣经的一个教导 回答柔和 使怒消退 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那我们当中 夫妻有吵过架了 特别是 后面那八个字 你们都很熟悉 他讲狠话 他就要讲更狠的话 他讲更狠的话 他要讲更更更狠的话 这下没完 那如果只要 当有一个人不太高兴 我们知道他的情绪起来了 他的肾上腺已经开始 分泌肾上腺 他已经 然后瞳孔放大 然后手在发抖的时候 你就说 好啦 那就照你的意思吧 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 何必呢 对方既然生气了 就不要再搞了嘛 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 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我要讲那个气 那个emotion 要了解对方跟你自己的emotion 很重要 未曾听完先回答 便是他的愚昧跟羞辱 就听话要听完整 听话要听完 不要他还没讲完 你就一大堆评论 他讲还没还没 他永远都讲不完 他讲一讲 人家当初要讲什么 他也忘记了 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 未曾听完回答 所以比较好的方式 包括我们在腹记当中 如果他有什么事情 他讲 就说 讲 这样子啊 那还有呢 那还有呢 那后来呢 那结果怎么样 那他讲完嘛 就让他讲完嘛 不要说一下就更正了 你那个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不要这样讲 就让他讲完嘛 未曾听完回答 便是愚昧以求 我想他的 他要的表达 我相信大家很容易了解 但有时候就是要被提醒 那往来传舌的泄漏密 是大张嘴的 不可与他结交 刚才我已经举过例子 那所以 如果你朋友当中有 这种IVM 把这里的话 讲讲讲 然后夸张地 讲给这个人听 然后再把 这个人讲讲讲 很夸张地 再讲给这个人听 那这样的人可能 圣经交往 你不可以与他交往 真言另外一个地方说 你要逃他远一点 他如果在楼下 你就跑到楼上 OK 当然我们也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謹守口与舌的 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 很多的时候 话语都是造成灾难的后果 有时候一个意气用事 造成无可弥补的结果 一句没有处理的玩笑话 一个讽刺的话 他事实上是会发笑的 讲出去 就说不回来 所以又回到 刚才我讲的 一言记出怎么样 四马难吹 英文讲 哇 就像是射出去的箭 射出去就射出去的 再也说不回来 讲真言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有很多的教导 那你看一下中文 看一下英文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提醒 那但是我今天 我要稍微集中在一段子 它是讲关于听 有时候我们比较不会去注意这段 我把它挑出来 我自己祷告以后 我觉得这段话对我 这次在整理的时候 有一些帮助 我愿意给大家做参考 我来念 真言第22章第17到21节 你须侧耳听 受智慧人的援引 留心领会我的知识 你若心中唇迹 嘴中咬定 这便为美 我今日以此特特地指教你 为要使你依靠耶和华 谋略和知识的美事 我岂没有写给你 要使你知道真言的实力 你好将真言回复那打发你来的人 那这段真言讲得有点绕口 我把它翻成白话文 当我们听人家讲话的时候 特别是有智慧的话 我们要侧耳而听 台湾话的圣经说 你都在阿姨康来听啊 仔细地听 一些很重要的话的时候 你要很仔细地听 听完以后 你要在头脑里面做一个辨别 一个领会 跟你以前既有的 来做一个比较 存在你的心中 放在你的心中 反复思想 有一天 你要在口里面重复的练习 不只是心中想 你在口里重复的练习 这便为美 你不只是know 你还要去review 去思想 这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 特别是很宝贝的教导的话 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话都是 我今日特特指教你 这个圣经上很少用这个字 我特别特别的告诉你 听话说话要依靠什么 耶和话 当我们要听话的时候 要听这句话 到底神要不要我听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的事情 你每天早上一打开 你看新闻 你看台湾的争论节目 你听到看到报纸的消息 这句话你要不要放在心里面 你要摆在主的面前都主啊 你要不要我听 要不要我放在心里面 如果不要的 就做清楚的工作 不要放在 把一些不好的话放在心里面 谋略和知识的美事 我岂没有写给你的 圣经里面有很多有谋略的话 有很多有智慧的话 很多的知识的话 我岂没有 我们要看看在这件事情的时候 神是什么做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用一个方式 我印象很深 就是他要我们讲那个圣经故事 比如说我讲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那个大卫的故事 读读读读他那个大卫的故事 那个哥利亚在前面 以色列员啊 你们出来 喊了四十天都没有人出来 然后呢 他的哥哥都口滴滴的 只有大卫冲出去 你怎么可以辱骂耶和华的名 你是谁啊 全军居然都没有人动 只有那个小朋友 我爸爸到这里说 啊 圣经干起来 如果你是大卫 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诶 圣经故事讲一半不讲 我爸爸要问我 然后当我小时候不知道 不知道 我说你想想看 如果你变成大卫你会怎么做 我说 我就说 我大概会怎么做 我爸爸就说好 那我们来看圣经他怎么做 他就准备好石头 开始预备石头 然后去跟王请命 说他要出去了 后来圣经告诉他们 一出去 他就 一枪命中 那个哥利亚话都还没讲完 就被打死 他是这样处理事情 我父亲小时候用这个方法 大卫 他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亚伯拉罕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摩西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所罗门王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我讲完以后 那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然后在这件事情上 你学到什么功课 弟兄姐妹 知识和谋略 我起没有写给你吗 你们有没有用心去体会 去了解 那个圣经的作者 所要表达的是什么 这是我小的时候 我觉得 对我还蛮有帮助的 实际上以后我儿子 我长大我也这样教他 蛮有趣的 不只是圣经 在一些世界上的事情 我们觉得那边有属灵的功课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 如果是你 你要怎么处理它 等等 我起没有写给你呢 要使你知道真言的实力 好将真言回复 那打花你来的人 我们不只是知道 我们要把学习到的 这个宝贵的话语 当成宝贝一样 送给 好像当一个话语一样 把它拆拍出去 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 这个讲起来有点绕口 我把它稍微归纳了一下 成世道 第一 当我们要讲话之前 第一个要演道 就是学习用心观察 各位你知道 有时候我会去别的教会 或者到有些场合去讲道 或者是去分享 我通常我大概都会找五分钟到十分钟去 我一定会去看看 那一个教会 他们大概是什么样的人 到底基督徒多还是 还是一般的木道有多 然后呢 他们这个同工预备的怎么样 那我就开始为那个地方来祷告 最重要的我在那边 我就会坐在那边 最后一排说 主啊 今天你要我说什么 你要我传达的是什么 虽然我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我一定会做这样的动作 主啊 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要的是什么 好的观察 今天你要对谁说话 不是要准备一篇经典之作 不 你要对谁说话 你要会观察 你要会体会 所以让神告诉你 同样的 今天我要去处理一个公司重大的事情 你稍微提早一点到 看看那天是气氛如何 为那天你要谈话的对象来祷告 你要去做一个interview 你就早一点到 在外面绕一下 预备好你的心 观察 该说什么 你们觉得好吗 圣经的教导是要你用心去观察 第二个 耳道 对不起 耳道 第二个是耳道 当人家讲话的时候 你要好好的听 听不清楚的 要问他 一定要把他对方心里面的东西 统统表达清楚 再给他 不要一直 一直掺着 不要这样 弄得很杂乱 让他 让他把他表达出来 把他心里面所要的表达清楚 然后你要在心里盘算 第三个 第一个是什么道 第二个是什么 耳道 第三个心道 因为心道 我是把它放在两个鼻子中间 其实我们思想都是在鼻子这里 所以有时候我听到一些不开心的话 我们在那个青少年父母生长办 有时候我听到一些不重听不高兴的话 我会怎么样 你们记得吗 我会深呼吸 放松 想象我现在是在夏威夷的海边度假 脱离现场 让我的情绪改变 当然你不一定要这样 或者想象 如果主 你在这里 你会怎么看这个事情 深呼吸 在心里面反应 不要一下就讲出来你的感觉 这句话到底要不要讲 主你要不要我讲 还是 我都不说不行 你非常不可 稍微思想一下 我的方法是深呼吸 十秒钟 主啊 你要不要我讲 这叫做 心道 那如果要我讲 主你要我讲什么 你要我怎么讲 第四 当我们要讲的时候 要诚心诚意的讲 把我们心里面真实的讲 如果神要你讲 你就要讲 不要不讲 但是讲的时候 要真心诚意的 像是一个礼物也对吧 我很喜欢真言第十二章十八节 说话浮躁的人 如刀刺人 智慧的舌头 却为依人的良药 把那个highline 如刀 有的人讲话真的是老费老弟啊 刀刀剑固啊 哇 讲的话都很 very very strong 有的那个话是像刀一样刺 会伤人 但是一个智慧的话语 却成为依人的良药 这句话最经典啊 也是我整个真言里面我最喜欢的 我们一起来念 一二三请 一句话说的何疑 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王子里 一句话说的何疑 就如同金苹果在银王子里 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比较 想象一下那个比较 一粒 红苹果 金苹果 一粒青苹果 一粒青苹果 说的何疑 找到一个对的时机 一粒青苹果 二粒青苹果 重点是它讲的是何疑 这一颗苹果对我有特别的意义 告诉我这个上面写什么字 No.1 teacher 台湾的就是世界第一名 这个是我那时候 我在我第一个服事教会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教主日学 那我那个主日学的 有一个学生 他就是很喜欢我 每一次都做前面都抄笔记 后来我上了三个月 他就告诉我说 那时候我还是传道 说我传道我一定要送你一个礼物 你是我这一辈子碰到最棒的主日学老师 我一定要送你一个第一名 那个人是JBL的一个教授 你觉得对我是不是很大的鼓励 我那时候才是几岁一个小传道 我又没有那么好我不知道 但是他跟我讲话的表情跟态度 我现在永远记得 所以我还把这个苹果留着 常常勉励我自己 第一名的老师 一句话说得得宜 如同一个苹果 跳在银网这里 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父母 我们都是长辈 我们都是有权柄的人 你知道你的话语带着能力吗 你的话语到底是刺呢 刀呢 还是良药 你的话语到底是金苹果呢 还是毒苹果 也有可能是金苹果 各位还记得吗 我刚才讲那个女孩 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忘记她妈说 可爱有什么用 她好懒 我还记得她的表情 我还记得我那个学生告诉我说 胡传道 你是我这辈子碰过最棒的主日学老师 我还把这个苹果留着 弟兄姐妹 神的话要去操练才有用 不要忘记 我们给人的是什么 不是不讲话 刚才讲要借什么 不是说我们从此就不讲话 不是 那就误会了圣经的教导 再次提醒 管理口舌之道 第一道是什么 神给我们两个眼睛 是希望你多观察 在我们全身最高的位置 第二高的是什么 耳朵 要你侧耳而听 圣经上有很多次用到聆听 侧耳而听 Listen Not here It's listen 侧耳而听 听到别人讲清楚 把话讲完 第三个 辨别 在你的心里面 为什么要吸气你知道吗 你们知道那个诸葛孔明啊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诸葛孔明 每次他一出现的时候 他都拿一个扇子 空城镜 你们有没有看过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说他必须要保持冷静 你上次看 平静里面他永远都这样 他其实是在什么 他就想 有时候我们真的很缺少 那个属灵的辨别力 我们的肉体就这样跑出来了 我们的经验就这样跑出来了 我特特地说 耶和华要告诉你 你只要祈求 主一定会告诉你 说当说的话 你不需要预备 你不需要准备 当你被人带到敌人的面前的时候 主必把话赐给 像宝卧一样 像耶稣一样 像他的门徒一样 神创造的人有几个眼睛 两个 有几个耳朵 有几个鼻孔 只有一个什么 这代表什么 我们的比例 差太远了 只要我们仔细看 眼道 耳道 心道 最后 嘴道 我们的话 要带着恩典 带着能力 带着意志 神要我们的话 一句话 说得得宜 如同 金苹果 落在阴王这里 盼望 今天 至少 下一次 你要跟 你的孩子 或者跟一些重要的童工 讲些话的时候 两个苹果出来了 你到底是要像给金苹果的人 还是像那个白雪公主的那个 那个巫婆 一吃 当场中毒 话语是代表的 话语是代表的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话语 能够成为助福别人 让我们的安慰 劝勉 鼓励 扶持 以恩慈相待的恩言 像是 实则一样送给那个人 成为那个人的安慰 成为那个人的助 我相信这是真言 他真正要的 最后我们再把这两句话 念一次 我只希望你们记住这两句话 请 说话不照得 如刀刺 智慧的舌头 却为依人的良药 一句话 说得合宜 就如金苹果 在引王子里 我们一起来祷告 恩主 谢谢你 让孩子今天有机会 跟我的弟兄姐妹 主 你知道我不是一个 常常说好话 说对话的人 主 求你赦免我 主 但是我要为今天在座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向主也来仰望 今天 若是有处于主的 求你放在我们的心中 主你来帮助我们 也要请你做安慰的工作 主我们相信 你是希望我们成为一个 施恩的人 若是过去我们在话语上 有不审慎 有 错误 有扭曲 主就求你赦免我们 也求主继续做 医治的工作 让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 再一次得到激励 再一次得到安慰 也再一次得到释放 让我们审慎 在一些时候 照你所应许 耶和华必要特特地教导我们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光靠主 阿们